我们没有连线的渠道了 就是因为自从那个说他是妈宝男 妈宝男 妈宝男 我们全部取关了 你妈妈哪有得做错呢 你抱歉 你疯了吗你 你80度以上的 总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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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大家最近很有感 咱们张篮兰姐与她的乖儿王小菲 话题热度呈现垂直式下降 只是兰姐刻不是省油的灯 就创造了个话题登上热搜 只是这内容竟是张篮琛与汪小菲一无联系 我今天已经是阳了大概第四天了 现在全程都是头疼和肌肉疼 我特别特别想开个直播 跟我们的那个团队连线 当发现我们的团队呢 也都躺下了 所以啊 人生有的时候是需要休息的 休息休息 让自己心态休息休息 没什么坏处 前几天小菲才在直播上直呼 要让心态休息 夏淼亲娘 蓝姐就说鱼儿断脸 我们没有连线的渠道了 就是因为 自从那个说她是妈宝男 妈宝男 我们全部取关了 我们再也没有通话 让她自己 我觉得对孩子 对男孩子也要尊重 我们没有任何通话了 我也不参与 我都 我所有知道的事情 像天安法师 都是在网上知道的 是的 从来她没跟我说过半句 她的伟致 只是蓝姐前几天才收到儿子送的花 现在说断脸 网友们可是没在信 更执意这是细经酷肉鸡 总之不管真假 蓝姐每次直播都要粉丝支持小飞 累挺儿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我跟你说小飞 真的这个关 真是难过 太难过了 可能都过不去了 但是有一个强大的妈 那叫格局宝宝 那不叫道歉 她不怂 她叫格局 那叫一个挺 老妈那挺 一个赞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那就我儿子 大家能不能施蓝姐的铁粉 多支持支持她 好吗 孩子们儿子 就像iyang 男生 二年 海洋 男生 广州 女生 演唱 男生 女生 by bwd6